大家好 我是云飞 前段时间是预算拉满上了万元的PC电脑 但是应该是比较精准的踩雷了 这段时间的运行不是很顺利 目前正在解决中 应该是踩中了英特尔的那个大瓜 我称瓜主拉 而前几期视频里面 我有一期视频是笔记本变黑群灰NAS 笔记本对于我来说 真正要用的话还是有点用不了的 几乎没有扩张性 而NAS的本质其实是一个电脑 那么其实也是可以自己选点硬件搞一台 毕竟我的需求还是挺大的 而且我有绿联的D3600一直在用 所以这次我们走一个极致的性价比路线 全套二手 全套减垃圾 不包硬盘 预算控制在1000以内 配置要高 扩展性要强 稳定性要好 这几乎苛刻的要求咱们能搞定吗 等下收藏 我们来一期减垃圾账记 首先我们的需求是 机箱要可以装6块以上的机械硬盘 主板有6个赛塔接口以上 CPU功耗低 带核显 这样播放视频解码能力会大大增强 其他的内存 散热 电源的选择性就没有太大的限制 内存是至少要16级 因为后面可能会安装虚拟机 电源要稳 这就是我一个简单的需求 而按照这个需求 我直接抄了我一位粉丝朋友的一套配置 首先我们需要搞定的是机箱 安泰克 P101S 这是一个全塔机箱 我在心里找的挺多 这个机箱卖的人不多 本地几乎没有 所以价格上会比较高 在挑选了好多之后 我选择了另一款中塔机箱 恩杰小幻影机箱 它的硬盘接口3.5HDD拖架 有6个2.5SSD拖架 它是和3.5共享的 还是非常符合我的需求的 而且我本地就有直接上门50块钱拿下 到手发现其实还是蛮好的 也很新 电脑机箱这个事情 如果你要二手 那么本地绝对是可以以很低的价格成交 因为既外地不划算 放在家里二世 真就是给钱就卖 而且一般的普通人也不会买这种机箱 接下来就是主板 主板Z370这个型号 大榜还是有挺多的 我直接选了一块滑行的Z370 Pro 4 我的这个机箱大 上这个毫无压力 直接180块包邮 主板这东西别堂便宜 以主流的价格购入即可 我搞定了这两块之后 后面的就非常轻松了 然后我在其他的卖家手里看到有一个i5 8400 CPU 而且卖家是现拆现卖的那种 他要升级他的电脑 所以他手里除了CPU 还有散热电源主板这些东西 然后我直接4100打包了一块i5 8400的CPU 然后先把的金牌500瓦的电源 加一个很垃圾的英特尔的原装CPU上热 别的不说 至少这是卖家自用的 直接直播拆机给我的 不仅质量上面有保障 价格上面也是挺OK的 所以我们这一波直接搞定了CPU 然后电源还有上热 不过到手之后发现 这老哥估计是个经常抽烟的 他这个上热 他这个电源是有非常大的味道 而且是有非常多的灰 我清理掉好久才把它给清理掉 不过好在它东西是没有问题的 如此我们就只剩一个内存条 这个东西直接买DDR4内存就行了 然后我分别以120和135的价格 拿下了两套8GB的8x2的内存条 也就是一共4条内存 然后加起来是32GB 所以目前的状态一共是900多块钱 直接把所有东西都搞到了 有的人可以问我 人家主这些不是都以这个便携性为主 然后体积要比较小吗 为啥你这个直接上一个中台机箱呢 那么第一个问题肯定是因为便宜 第二个小机箱的话 它是便携和美观 但是我不是很在意那个 然后有一个就是噪音没有那么大 但是上热和一些别的功能就没有那么好了 而我最终的目的肯定就是 把它用来存储我的视频文件 也就是备份 而且我也是工作室 所以我并不太在乎这个噪音 只要不是特别吵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它稍微有点声音我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绿莲在使用的时候 它也是有声音的嘛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样一套超级性价比的方案 而且它的散热是非常好的 这个机箱它是有三个分上 一个在顶部 还有两个是直接对着这个SATA的硬房柜那边 这就是我选择它的一个原因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装机 这个步骤和我们正常装机是一毛一样的 就是把它装起来就行了 然后上次我和卢州两个人 在那边装那个一万块钱的机子 在这里面我也学到了一点点小技能 所以我们这次装机是非常顺利的 而且因为价格非常便宜 所以我这个就放得很开 大到阔斧 不一会就搞好了 在理线前我们先开机验证一下 硬件是否能够全部识别 在进入BIOS之后 我是可以看到所有的硬件都是正确识别了 我们一次又是一次点亮 真牛逼 然后我们的BIOS看一下 主板 然后总内存 我们是四根 那么简单理线一下 接下来我给它安装上系统 这个步骤和笔记本安装是一样的 我们这里就直接略过吧 这是安装的型号是918加以前的旺金油型号 我们需要正经工作备份使用 所以还是稳定一点好 安装的依然是我们最新的群回7.2系统 后面我把两个旁的数据都折腾好了 觉得数据读取还是有那么必要 再快那么一点点稳定一点 所以又上了一个130块的小固态 作为两个旁的SSD缓存 只做了缓存 就算坏了也不会有数据损失 而且速度也不需要太快 加速一下小文件读取就行 所以这个随便一个小的固态就行了 没想到到这一加还加出点小问题来了 黑群灰配置变动了 它需要重新引导 就那个小U旁得重新引导一次 把这个硬件数据给写进去 这个我之前是不知道的 就算是小小的踩坑了吧 所以这个配黑群灰除了机械硬盘 其他的硬件这个东西得一步到位 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啊 现在就是这台黑群灰NAS的最终形态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状态 目前我的这个成片是直接导出在NAS里面的 然后同样也是做了DDSgo域名解析 这样的好处就是只要成片导出了 我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看到它 而且这两个硬盘通过SMB服务 可以随时随地的挂载在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 任何一台电脑上面 但它的功能还远不止于此啊 比如与绿莲DX4600自动同步 比如成片自动同步到百度云 比如说它还可以直接安装虚拟机 安装上网路油 然后设置米家和苹果的联动 直接苹果手机控制米家设备 这些都是非常OK的 然后这里我再提一句 我这里这样做的前提是绿莲和群慧 它们都是有一份文件的 就是这两个其中任何一个挂了 我都有另外一份文件 这就保证了我素材的安全 整体算下来 我这个预算还真就在1000元以内 而且这个成品 无论是质感还是使用体验 都是非常的稳定 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我选它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我不会使用它来作为成片的一个剪辑 我只是用它来作为一个备份 所以我并不需要考虑万兆的内网什么的 我们只需要考虑一个千兆的内网 所以在千兆内网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这样一套是可以直接跑通我们内网的一个网速的 我们现在先来试一下 我搞好的这个NAS 它这个速度是多少 这是我之前一个比爱迪的视频 是7G 然后这是我们的NAS 然后我们直接拖过来 在这边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它的这个速度 马上是标到了90100 而且这个速度是保持的比较稳定的 这是Mac的一个速度 待会我们再去看一下Windows的一个速度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Windows Windows挂载SNB服务的话 它是直接在这边可以直接映射网络驱动器的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这次就来看一下 我们从NAS里面拿这个数据 这是一个9G多的文件 我们直接拖到桌面上来 上传速度是有差不多70兆左右 而且它是一个WiFi的情况下 基本上也是跑满了这个内网 这个速度还是非常棒的 然后我们从Windows桌面 然后把素材拷贝到NAS里面 它这个速度是会波动比较大一点 大家自己看最快的是有90 然后正常的话就是780的样子 就是百兆左右 所以我也不需要组什么RAD 因为我有两台NAS 而且是直接这样异地备份 我也不需要太快的这个速度 只需要在我传输文件的时候 保证稳定性就行了 所以我这样一套配置 是比较适合我目前的一个状态的 而且我在里面也安装了一些隔音棉 噪音问题是得到了一部分的解决 当然它是有噪音的 可以给大家听一下 好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它的噪音 现在是比较近的一个状态 我个人觉得这效果还是不错的 然后玩二手呢 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你需要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减漏 比如说机箱就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看出来 什么东西减不了漏 比如CPU主板啥的 然后这个价格 这个东西的值多少钱 你需要自己去学习去了解 你需要自己心里有一个预期 然后你要有足够的时间去蹲去找 我是花了两三天时间 然后把这些所有的配件给配齐给搞好 然后现在用了也有一个多月了 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 也非常有成就感 这次一起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的意思 然后这也是一期剪垃圾分享视频 也希望可以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参考 而且甚至我们可以在里面 直接虚拟机安装一个Windows 极限套 看到这你应该会有那么一点点剪垃圾 和主NAS的一点小经验了 你觉得它怎么样呢 来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大家有啥疑问 也可以在评论区和弹幕一起来讨论 如果有什么想无测的产品 也欢迎留言 我是云飞 记得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我昨天发了预告 大家是比较关心它的一个功耗是多少 我这里是插了米家的智能插座 然后目前的功率就是正常用的话 就是待机的功率是63瓦 用一天的话 大概是1.5度的电 然后一天的电费 按六毛钱一度来算的话 大概是九毛钱 也差不多就是一块钱 一个月的话是27块 然后一年的话是326块 里面算入我们一些正常的使用的话 就是功耗可能会稍微高一点 你就算它400块钱吧 功耗大概是这么多 然后如果你针对功耗这一块 专门去使用那种低功耗的U的话 它是可以到几乎一半的 一个月就只用31度的这个电 这个还是会更省很多的 一个月的几乎 的控制 经历